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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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像耶穌這樣說話那麼有權並 當我初信耶穌的時候 我一看聖經的時候 我真的很震撼 原來耶穌這麼有能力 這麼有權並 他說的話這麼有能力 當時我看過很快 我看完本身的聖經 看完又看完又看 很快記得 我很快在聖經裡面很多東西都記得 因為你用心去看的時候 神的話語就留在你心裡有力量 就會經常說 哎呀,很慘啊,我現在很慘啊 我現在沒有力量啊 我們今天念的經文就是 在約翰蜂音地 這個活水 Living water 是永遠存留的 是永遠有力量的 由我初信耶穌 我還記得我在跑馬地 我住在香港跑馬地的時候 我就回家 信了沒多久了 我就在那裡走的時候 我就唱讚美神 我忘記唱哪首詩歌 第一次在那裡唱讚美神 唱的時候一走 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我就發現這個事實就是讚美神就會開心 從那時候開始 我經常都讚美神的 我不是很計較周圍的人 當然看那個環境 譬如別人說 在做一些聚會 一些這樣的情況 我當然不會唱歌 但是有很多的情況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會小聲唱 有時候那個情況 我會大聲唱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裡面有喜樂 我要唱出來 唱的時候也有更大的喜樂 就發覺聖靈真的是湧南 所以牧師問我們 誰知神是真 我說神給我的喜樂 平安 神是很真很真 在很多沒有經歷聖靈充滿的基督徒 他們就是 當時我也沒有經歷聖靈充滿 但是我已經感覺到神的喜樂 我還記得很清楚 很多次我就拿聖靈來看 看完我的祈禱 我就覺得很平安 就是你去做 其實就是懶 所以沒有力量 所以burn out 那你就是滴起心肝 就是抽時間去做 去找房間 那我跟Wendy說 那間房間 他直接找到了 他小朋友的房間 因為他小朋友去了另一間房間 去玩電腦 這間房間就可以了 那我跟Ruby說 不如你去車房吧 車房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走 走到那裡 如果你稍為安靜的地方 去那裡去看聖經 去祈禱 神會祝福你 那你去看聖經 其實哪裏看都可以 你也可以去聽 現在有MP3 你們有那個 有些電話都有MP3 你可以用電話來聽聖經 那時候 神會在你裡面動工 你就會發覺 這個活水就會擁有 你就會說 牧師呀 我這個禮拜又軟弱了 我又很沒力量了 就是你不需要 是以後都可以有這種力量的 而這個力量 不單止給我們 亦都給周圍的人 真是我們能夠 帶著力量去祝福別人 我一次再一次看到 凡是開放的人 就會經歷神的工作 我剛剛看到一個人 他就 他就 講到他自己的熟靈的路 他講到他熟靈的路 就是講到他是不同的宗教 他說什麼宗教也可以 我又沒有去反駁他 不過他又問我 你怎麼看 我說我就是 覺得耶穌是救我們 耶穌是唯一的道路 我沒有去反駁他 我只是講我自己怎麼相信 我又說耶穌很真 耶穌是真是來祝福別人 他真是祈禱的時候 我即時感覺到耶穌的平安 我馬上說 感謝耶穌 耶穌的喜好 真的就湧下來 他說真的這麼真 我說是呀是很真 還有我和很多人祈禱 都是這麼喜樂 這麼平安的 我說你想不想我和他祈禱 他就說好 在那時候祈禱 他就經歷到神的平安 我很強烈感受 當我一為他按手 我即時感受聖靈的 臨在他身上 我時時都是這樣發生的 正如Emily 當時你爸爸的時候 真的很討厭 這個活水光渴到今天 都是一樣 為什麼我們經常沒有呢 就是我們不願意的 剛剛星期五 我們去了team challenge 你看到那些人 很大隻很高大 當我一按手的時候 我一放在手裡 我即時感到 神的聖靈由天 從不一聲降落 即是當你學無 我想訓練你 你都能夠去為人祈禱 我可惜就是 我們現在不是在中國旁邊 如果美國在中國旁邊就好了 我們馬上帶你去短孫 你就會說 哇 原來我們祈禱 都這麼有能力 有時候你經歷不了 但因為人們學無 他們就會經歷神 我將來都會去一些聚會 你會看到神的工作 當你有這個信心 我都會叫你和我一起祈禱 因為我想訓練你們 有這個信心 活水的光渴 是不是給就是給牧師的 你跟隔壁說 活水的光渴是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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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僑貫 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 要說如然 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異象 老年人 要就不義務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僑貫 我的仆人 和事女 他們就要說如然 在天上 我要展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展出神跡 有血 有火 有煙霧 日後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權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 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 凡後告主命的 就必得救 這個經文應驗是有兩次的 第一次就是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 聖靈降臨 但是有很多經文 未曾在當時應驗 是到末後的時候才應驗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他說這個是 先知若以所預言 若以先知 舊若聖經小先知書 那裡講到 神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僑貫 扮入貼氣 你要看到聖靈的工作 神的靈的工作 很大臨到人身上 我們今天看到聖靈的工作 這是聖經的預言 的應驗 神的聖靈工作是甚麼 是叫人能夠經歷 神的愛同神 很接近 這是我初信耶穌的時候 我不知道的 一祈禱 你立即可以有神的力量 立即有動力 不會 burn out 就算人家說甚麼話 你知道我受的說話 負面的說話是很多 我聽過很多很多人 說負面的說話 但當我一說的時候 我立即心裡會說 這是他的問題 我現在有甚麼錯 我要向他道歉 就算我有100%錯 我也會向他道歉 但是他的問題 我不能夠改變他 但我就放手了 我就不用揹著他的動彈 所以我曾經聽過很多傷害我的說話 但我不當活著 其實那個人是傷害我的 那個人是比我更慘的 我會想到他是更慘的 因為聖經說到 得罪傷害基督的身體 是得罪基督的 是神很不喜歡的 所以傷害基督的人 因為他將來的審判是大 但我不想他有這個審判 我希望他能夠悔改 他會說到聖靈囂灰有甚麼效果呢 你的兒女要說預言 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做異夢 就是會有很多神職其事 並且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有異夢異象 神的工作是很真實的 我見到一個人 她說她的女兒 剛剛這個禮拜 我經常都見到這些事情 那個婆婆是信耶穌的 她就告訴我 她說我年輕的時候 我已經有一個靈魂出教的經歷 她有一晚睡覺的時候 她就聽到有敲門聲 她就走去開門 她就看不到有人 然後她就回床 為何知道她回床的時候 為何我自己睡在床上 原來她的靈魂出來了 其實就不是代表死了 靈魂出教 我們不要覺得是這麼奇怪的 第一是有些人死了 靈魂出教 但有些人打造 甚至有些網上的音樂 賣給你 會教你怎樣靈魂出教 我不是叫你去做 但有很多人 他們專心的時候 靈魂出教 她就不知為何 靈魂出教 我們之前有來學電腦 有一個阿姨 她也有試過這個經歷 她也有試過靈魂出教 李淳 在大陸的李淳 也有試過她說給我聽 有這個經歷 那這些經歷就告訴我們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有靈魂 我們將來靈魂要出來 離開身體 去到天堂或地獄 去到神的審判台前 接受審判 就是真的有 她就告訴我 她說我女兒 發夢一見到耶穌 然後她說我 她說我女兒 也有這種心 她說不定 她就算了 她說她 她說不定 你會說不定 那些是 我對她說不定 她說不定 是她說不定